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曾想过 未来的梦里日落 轻轻的泪魂想起我 一生面积卷放弃 心的幽黄 虽然 未来的梦 谁知已无情相伴烈火 我相信 我永不回现 永恒的心 但时空穿梭 我相信 这次 已经无路可断 但是 永远难夺 永恒的心丝能交锋 这四群色 到永久不得我 不停止此刻 第二个三省最高军事长官齐聚此地 听一听卫队旅长报告 两省剿匪经过 说句老实话 当时让这个六子接任卫队旅长这个职务的时候 我还真为他捏把汗 这个卫队旅啊 安依惯了 平常也就是青城场开开道 跟在我的屁股后头放放扇 怠惰之兵啊 久安嫌疑之将 能打得过那些呼啸善林的老把师啊 结果大输我所料 不仅打了还打得不错 眼下奉军又新变七个旅 怎么个整数 怎么个带兵法 我们就是要让张旅长给大家传传经 说说他们都是下了啥功夫 张旅长 到 你可以开始给大家汇报了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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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清啊 你怎么弄的 弄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住我宿舍 你让我怎么办 我得知道了非捶死我不可 再说了这对嫂子也不公啊 你让我下次怎么再见我嫂子 实话说 我也没办法 人家非得跟你当奉天了 我又不能把他扔到旅馆里 这要让记者知道还了得 现在奉天大大小小的报纸 都在报道攻击卫队里 真萌士兵的消息 都夹着黑一筐 再说了 咱们俩什么关系 兄弟 我有了困难你不帮啊 这还叫兄弟吗 我可跟你说清楚汉强 只能两天 只做三天 三天一过我那邻居可回来了 杨宇婷的办公室主任 你说你要让他知道有你的好吗 行了 到时候如果实在不行 我就找冯雍去 二十八师 冯德林的老班里 那儿的人可巴不得你汉清掉鞋里 那我怎么办 我先回家住去 我爹问起来 我还得替你远回 先稳住局面 我再替你想法子 你这可是行善积德啊 以后如果你有类似的情况 我保证 阴灵未插到啊 真的 我可没有你这艳妇啊 我也想不起啊 你从哪儿爆出来的 你说说你啊 让你别来别来 非要来 觉着长戏不好吗 你让我再唱什么 成天这脑子里 只被你一个人给炸了 唱什么都慌强走吧 可是你到奉天来 我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那你就收我做你的如夫人吧 傻丫头啊 这里不是家木丝 不是长春 这里是奉天哪 你我阴情生梦 阴梦成戏 家好似前世的缘家 今生间 只盘着 连礼共之花 平地 你换 你换你换你坏吗 你刚才唱的时候啊 我满脑子都是我那爹 我早看明白了 你是拿我报复你爹 我爹 我家奉支 好像知道咱们的事了 真的 他们也不挑拨 但是话里话外都透着 让你没法深变 有什么可深变的 我又没觉着我哪做错 那一晚 是你来找我的 一个这么英俊的男人 一双眼睛 又忧郁又惆怅 你看着他事 就感觉 他要拼命地从你眼眶里爬进来 就好像 他在一条逃亡的路上奔波 无路可走 我毁不该收留你的 你的忧郁 你的惆怅 全留我这儿了 我医好了你 却伤了自己 现在轮到我 奔波在这条逃亡的路上了 凤志 六子呢 说晚上不是有饭局吗 对 有饭局 我给忘了 咱们吃 这个六子白天啊 给我谈奉天银行 在家母寺开设分行的事啊 我爸王永江请来了啊 这个王秀才是很少夸人的呀 今天啊 王秀才夸的六子 封志听见了吗 少爷夸自己儿子了 王永江都搬出来了 你不信啊 你还真别不信 童兵县县长今天到公署来办事来了 我给他谈了十分钟的话 他有五分钟 再夸卫队旅的军纪 入城住店 就各自埋锅造饭 所有食物啊 粮草啊 均按释价 公平交易 这个再上一宿啊 未见有卫队旅士兵 三五连监 汇游皆是 此日开马 这个号令一响 你们猜怎么着 爸 怎么 公署饭局完了 完了 这种应酬也待不住 我找庭叔喝茶去了 怎么了 你们说什么呢 我也觉着那公署饭局没啥可吃的 来碗粥吧 来 要馍不 要 靖秋 给程碗粥 来 妈妈给淡淡吃 少爷 怡婷啊 撂筷子吧 让人的小两口收收提起话 我还没吃呢 对啊 吴妈妈 爸刚才光说话来着 真没顾手吃呢 反正少吃一口 吃那么多干嘛呀 睡不着觉 对你身体好啊 你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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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吗 要吃 要吃 来 妈妈给淡淡吃 外面的饭吃不饱吧 哈哈哈 吃不饱是小时 吃坏了可就不好了 别再吃出个什么不甘不敬的病了 来 慢慢的嚼着 它吃不吃了 来 接着吃啊 不怕啊 宝贝 不怕啊 没事 来 这王八主子又去贵女人去了吧 你自己给说露馅了 非得说人家公说要饭局 那我说啥 那奉侍丫头灵动着呢 玉婷啊 这事你就别瞎使劲了 哪儿的猫不投心 你不要替她说话 我这个当爹的正往高处碰她 最高军事会议上封了她为全军模范旅 她这个当旅长呢 就这么个模范盘 大事临头 你不能犯糊涂吗你 那你说咱们这事也得弄弄清楚啊 你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你不能捕风捉影啊 是不是 你以为我这个耳目眼线都是干饭的呀 那女人坐哪趟车 现在住在哪儿 我那儿都有报告 我张总人带队伍 没有点情报那还行 她那个卫队旅 上上下下 就是公开的秘密 如夫人都叫上了啊 你知道吗 是吗 是吗 我 这次的政策 对于新闻政策 我认为是决定的 在宝殿里 有什么东西 在这种政策 我认为是决定的 我们 在这种政策 好,請你 請注意 你怎麼會在日本內閣的政策? 我的看法是重要的嗎? 如果在這裡的人都在這裡 你們都在這裡 那一點,你們是家人 那些人是不太乖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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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様に報告します 張作林は既に帝国政策の改善に気付いたようです 30分前 彼の息子張学霊を近い将来日本に訪問させることについて 彼と検討しておりました 張作林が息子に軍隊を指揮させようとするのは もう誰にも明らかですよ 法天軍の派閥は臨立しています あの俺ら方らが小僧の言うことを聞くなどありえませんよ 全法天軍を掌握した張作林は 手元に本当に信頼のできる精鋭を置いておきたいんだ 彼自身の戦場における実力だけでは心もとないですからな 私個人の見解を言いますと 満州の未来は見通しがつきません この若者によって決まるものでもございません しかし我々はこの若者の影響を通してその上で 彼の父親に影響を及ぼす 結局はこの若者はどこまで歩けるかは 彼によって決まる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大事なのは 彼の父親がどこまで歩けるかです 同時代の父親がある時代の兄に 彼の父親がどこまで歩けるか 읽われます 彼の父親が説明されました 彼の父親を聞くのを 彼の父親は彼の父親に 彼の父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彼の父親がある朝廻院に 彼の父親がどこまで歩けるか 彼の父親を呼んでいました 彼の父親がいるのに 哈哈哈哈 啊 爸 说曹操 曹操在这儿啊 哈哈 刘刀 杨总参谋长 已经接受两省交肥事务了啊 哈哈哈哈 安静 哎 分手的时候还是个少年呢 再见面已经是 英气逼人的少将军了 呵呵 你们在两省的战里 我都看过了 真不错 扶脚并用 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 仗呢 都是冒陈带着打的 我就是在旁边 瞧瞧边谷 打理打理关系 哈哈哈哈 这小子 随我的姓嘛 哈哈哈哈 我是从 从马背上闯天下 啊 打到今天 啊 打到今天 也不懂那啥现代军事 但最懂现代军事的留学养务生 是我的总参谋长 是 哎 我不懂金融啊 最懂金融的王秀才是我操盘的大管家 啊 我也不懂什么外交 可是最懂日本事务的那个 那个叫菊池男爵啊 是我的私人顾问 你知道这叫啥吗 这叫知人善刃 嗯 哎 哎 好了 去吧 热热身 用不来多久你还得回这个大楼来 给我当总参谋长 是 哈哈哈哈 六子 你这当着杨玉婷的面 何必老提这过鬼子啊 我知道他不爱听 所以我才提呢 哎呀 哼 那好 我也说一件你不爱听的事 这二郎嘴翘的有样啊 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要是猪 那你老是什么呀 我是什么呀 我就是头猪 我也不会把那个野女人带到凤天来 终于憋不住了吧 我说啊 这里是公堂 不是家里 你站起来跟我讲话 我说啊 站好了 没错 结婚的时候 我说过 你驾驶之外可以找女人 但是你要知道分时候 懂分寸 瞧瞧你 你看看全军 哪个旅长 敢在我面前吊儿郎当的 全军哪个旅长 在这种事上还得分时候 有分寸 还都得由您管着 你放肆 都说十年种树 百年余人 我看你呀 妈的 李成才差老鼻子远了 连自个人东西也都管不住 你还 我不跟你狗车这个羊皮了 你说什么时候把那女人寸走 你不说 你不说我跟你说 我跟你一宿的时间安置 明天早上 你必须把那个野女人给我送出奉天城 这是总司令给你下的命呢 能换你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父亲邀我去新民检约新边地霸旅 顺便到省向杨一亭交付两省交匪事务 我那点私事你都知道了 丁家呀 上车 去我家吧 师母不在家 我让他去张廷叔宿舍那边了 韩清 坐着考虎 都说狡兔三窟 我看你呀连一窟都没有 我给你们上了整整一年的战术课程 战役打响之前 掩蔽自身企图非常重要 可你呢 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掌握之中 别说是打仗了 就是炮女人 你也毫无成功几率 那照你这么说 我跟我爹这次对抗 毫无胜算咯 老命提了 要江山还是要美人 历朝历代 有多少帝王萧雄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 你张开心有幸 也将被列入这张很长很久的榜单之上 成为其中的一员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打卷的机会 你什么时候成为别人那头开始说服我了 我不是任何人的说客 你知道我做人的原则 第一就是文化教养 我郭松林是要培养起自己高尚的道德青草 摒弃一切享乐主义的人生目的 第二就是社会担当 我为什么要追随顺中山参加侵害革命 几乎为此断了头颅 不就是一般的感情债务吗 干嘛要扯上你的革命啊 不是我生难应扯 理智救中国是你我结盟的初衷 很请你答应过我 我们一起先救东北 革新东北军事 改善你父亲的军队的 家里就这个点吧点吧 我们已经迈出科学的一步 可眼下凤军的发展到了关键时刻 杨宇廷为何在此时受到了重用 实在是他那些扩张性的内外政策 迎合了你父亲的政治野心 所有的迹象都已表明 凤军这头庞然大物就要入关 去实行可笑的武装统一 我不知道我能改变什么 现在不能 并不代表将来也不能 所以你我必须隐身 尤其不要犯那些低级错误 你现在说话的口吻 跟我亲爹几乎一模一样 你父亲虽不是帝王 但擅长帝王之术 将一与之 必先夺之 毫无疑问 他将给你更大的军权 但是在给你之前 他先要替你拿掉那些 可能招惹非议的小零碎 你觉得我贼还会重用我 已经决定了 你将随张作相的军事代表团 服务而参观日本陆境求操 是吗 一个即将走向国际事业的公众人物 首先要尽得起来自四面八反的 道德考万和形象要求 先生 太太回来了 好像是来了 谁 谁 谁来了 才能是谁 跟我郭茂晨 你就别进屋藏交了 我让叔秀请他过来 我们一块吃顿饭吧 想不到你们参谋长是这么一个心细如发的人 进来啊 你刚才说什么 想不到你们参谋长是这么一个心细如发的人 那是你还不了解他 他厉害着呢 眼睛一瞪 没有人不怕他 我真羡慕你 身边有这么个一时一有的同僚 你身边就没几个贴心的小姐妹 唱戏的 谁都想做主角 谁都想当红 他可能对你微笑 可他更愿意看到 你出门摔舌腿 对 过河翻了船 怎么了 吃饭的时候看你们妙语连珠的 这会儿怎么了 这顿饭吃的 不痛快 为什么呀 这顿饭 是咱们俩最后的晚餐 不可能 这顿饭 不可能啊 刚刚出门的时候 他们两口子不是还说 让我常来家坐坐吗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吗 郭教官的意思 是咱们俩的意思 让我自己做决定 是我不好 是我打扰了你的生活 你应该回到你的舞台上去 对不起 你不是热爱舞台吗 你把舞台想得太高尚了 那其实是你们男人的舞台 你以为没有男人的捧场 一个女人光凭唱功就能当虎 我没你想得那么清白 我能理解 你倒是够宽容 一点也不吃那些男人的醋 我能体谅 可我不接受你的体谅 我爱你 韩清 在没遇到你以前 我以为我什么都不缺 金钱捧场男人的喜爱 我统统都不缺 是你让我觉着 在我的内心深处 竟然有这么温柔的地方 你不用为难 如果你已经做了决定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我这儿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 这么走 我不放心哪 你能铁石心肠地做出这样的决定 还能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还能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如果你是担心我将来的生计 那你放心好了 我有足够的钱可以养活我自己 可是这个时候 我就这么把你推出去 我张韩清算什么 一个杯水主义的侦客 一个熊花稳流的库少爷 是 我是要决定跟你分开 但我不可以安逸 恰恰是你这种权势而退的态度 让我寒心 我是张作霖的儿子 我做事必须要孤断 做错事也要孤断 给我个机会 你是决定着 我能给你什么机会 双钢 一百一十马力 没错 德国的梅塞德斯工厂 最新的款式 和现代洋三千一百块 会吗 我让我爹出钱 营长以上军官 美人一亮 这老冯家 就是比老张家有钱的 那是 丽雅哥 采购的事就交给你了 先尽他二十两 冯 你比张六强敢花钱 他一亮也不买 张汉青他当然买不起了 咱们二十八十九团 原来是奉天资历最老的队伍 第一任团长就姓冯 当然了 那时叫奉天寻防营左路 我爹是管带 都给我听好了 打草莽 抓鹿林响马 他卫队里出尽了风头 再往后 揍关内的直挽正规陆军 咱们二十八十九团 得好好教教那帮讲武堂的 让他们知道知道 啥叫保定生 你们都他妈的有没有信心 有 有没有 有 丽雅哥 韩庆 在我那儿卖不动 跑这儿来卖了 我得吃饭呀 你们这里都嚷嚷什么呢 外头听得跟驴叫似的 韩庆 你为对驴再牛血 也别来我这儿嘚瑟 我不吃这个 咱兄弟私下什么事都能办 牵扯着部队 少来这一套 我牛什么呀 我张学霖牛哥屁 我想找一个女人吗 至于吗 你说你为这女人哭 这不是找死吗 我今天 确实连死的心都有了 Rolle Rilot piş 不会又是宫树的饭区吧 玥芽 我想拿笔钱 三万 从咱们俩的四张里拿 干什么用 拿得出吗 你的少将信贴不过一月一千三 你不是参股了吗 没点分红啊 多数的股份 是替你父亲代持的 我爸的钱应该有我一份 再说 你也不能白白为他操纸 这么大的花枪 够淑秀他们孤儿学校两年的开支 妇人之间 你的丈夫 有一根金手指 点石成金 你确定你有根金手指 一会看看 哪根手指是 根根都是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我只不过 不想想我爸那老根几个一样 刮地皮 喝冰血 否则 我也早就腰缠万贯了 你不用看外人 你就看吴二爷 你看看吴二爷他们家那些名码 哪一皮拉出来不值个成千上万的 吴俊生娶了八方姨太太 你也想娶那么多 你不用发愁了 我从来没打算你替我挣钱 我们余家从来没缺过钱 得省着点花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我便宜了 你别怕 我便宜了 你 않을 你爱给你 我便宜了 你还不可以 你爱给你 宝贝 我便宜了 你会给你 我便宜了 你不肥 你不肥 古小姐 一切都已经收拾妥当了 我看这宅子非常适宜 天河 地河 人河 您看 您还满意吗 不错的地方 天河 地河 独独缺了人河 不是吗 徐副官 一属下看 花开自有花落石 此事故难全 行了 转告你们汉清旅长 我古锐豫对他 再无任何要求 你可以走了 虚水先生 将冠主将冠主任 那已有细审 这样 都已有细审 有细审 你们有细审 有细审 居士先生 将军子 完蛋以后 将在等候你 那么请吧 好 那些人是誰? 是,小学寮様です 不思議な事があるものね 満州的那些人 私たちが、広人にそっくりなこと 本当によく似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君主先生 他們說的啥意思 王大夫 對真公子有些好奇吧 對我 也許我們日本人 對你有一種天然的好感 都喜歡你呢 真公子 正確是最好的回答 別忘了 皇太師様のおいででございます 主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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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轻轻的你回念起我 你身边整春风景里 花香的诱惑 随而尝尝尝尝尝尝 你的浪漫还是悲哭 谁知一人不停满烈火 我心心天空的阳光 永不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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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此刻 好以永不得我 我停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